10年摩一劍 雙刃未成事 今日把勢君 誰有不平事 大家好 我叫我小賀 鍾麗榮 歡迎收看最帥的畫榮點睛 今天咱們加捲股價指數小漲33點 但是大家心裡餘悸有存 FED即將在本週宣布升息 那麼外界預料大概都是一碼 那麼包括最近選舉將是 在這個狀況下大概充滿了變數 但是在這個變數當中 無情淘汰啊 真的啊 真的有錢可以賺啊 我等一下證明給你看 所以我昨天講三句話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我真的覺得 心是白的所以怕啊 不會游泳所以怕水啊 不會跳傘所以怕高啊 不會操作所以怕跌 昨天來到7980點 我跟你說 電子股它滿有伏筆 既民大家都花大刀的 紫光要收細瓶 日月光要搶細瓶 既民就55塊開下去 美光要買華雅科 一買下去就是全部收購30塊 直接收到保 為什麼會這樣 錢都是幾百億幾百億幾百億再花呢 威力彩你要種幾百次呢 為什麼這個樣子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這就是現在目前電子股的狀況 因為太便宜了 所以產生了跌不下去的現象 所以你們眼睛看到的是 啊 真正有夠熱的東西 但是在別人的眼中 是怎樣 是值得去買的標的 所以你看看 看你沒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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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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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弱去放空啊 看他怎麼沒去沒去沒去 藏黑棒啊 好弱去放空 價值被低估就是股票最大的利多啦 所以我要跟你講說為什麼 我跟你講說電子股這邊蠻有伏冰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一直跟你講說 如果你要我斷指數 我可以告訴你出量才會漲嘛 對不對 我們是做多的同學 今天有沒有量 723億 今天的成交量怎樣 比昨天還低嘛 所以7980點 是不是最低點 不是啊 當然講到這邊 要買股票 還沒落底啊 這是OTC指數 昨天掉下來的時候 我跟你說 這個才跟你的手上股票最有關係啊 跟指數沒有關係啊 跟指數不關 指數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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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個長紅棒出去嘛 誰漲最多 OTC漲最多 今天有沒有成交量 有成交量嘛 這才是真正的關鍵啊 同學 你們關心錯地方了啦 你們真的關心錯地方了 加權股價指數會怎樣 加權股價指數會不會ABCD到腳底 看見別人看不到的 嘗試別人不敢做的 要為了自己勇敢改變 站出來啊 改變你過去操作的習慣 你股票總是要買很多檔 股票三支就好了 改變你過去的想法 行情大跌的時候不能買股票 股票在進貨盤的時候 一定是大跌的時候啦 所以我其實用很多很多 我們操作過的股票 我們的績效 去證明什麼 證明賺很多 不是 證明是 行情大跌的時候 你買股票 也是會賺錢 甚至是賺股得多嘛 所以要看到別人 看不到的東西嘛 你看這個啦 今天漲停版啦 還要怎樣 如果你116塊買 來到這個地方 你不知道要出 報上報下 你啊 今天漲停版又如何 一樣都是紅帆啊 但是重點是 我在證明什麼 11月21號的紅帆在這裡 在這裡 現在來到12月15號 紅帆還是在這裡 可是這邊買這邊賣 可不可以賺到錢 可以啊 那你管指數的話 指數怎樣 指數上去之後下來耶 下來了這段紅帆在幹嘛 紅帆在創新高 同學啊 這個是 會員你們翻開講義超帆高手裡面 鑽石理論 鑽石理論 他就在講這個東西 為什麼這時候紅帆可以買 然後他會漲 為什麼這時候紅帆變成不能買 都是紅帆啊 都一樣的基本面啊 有人取走價差 有人住進套房 我不是分析耶 我是做給你看耶 我是不是分析 十檔百檔有漲 就算幾下 我不是買了一頭 對著跟你講耶 不是啦 還沒到三斤耶 三斤耶 所以我在證明什麼 技術分析的最高境界 叫做看到未來 所以我們股票的根基在哪裡 我們股票的那個距離力增在哪裡 怎麼樣進退有去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會游泳會怕誰嗎 會跳傘或會怕高嗎 會操作的話會怕跌嗎 說穿了 心是白的所以怕 所以會人云亦云嘛 幹嘛 日游 這到十一月份的 十一月份的第一時間的突破 尻進去三分之一部位 這樣子 取走價差 在這裡 這一根 第一時間突破 從紅帆到日游 加全股價指數在這邊 我如果告訴你說指數會跌這樣子 跌這樣子 但是這個股票是這樣逆市場的 這是你們眼睛看到的事實啊 可是你們都是事後過去之後 火車過條才噴鼻啊 原來是日游是 葉良相關概念股 倫泰集團的股票 真的賣了 那不是 我看你投信真的賣了喔 高點 下來 現在已經是年底了 在今年五月底的時候 這是我一次超 最後一次的超盤高手的技術版 在下小弟我幹頭顧老師八年多以來 做了很多別人做不成做過 甚至可能也做不到的事情 我上課每一個都是會員 每一個人都是會員 每一個都是會員 如果我在節目上是胡說八道 把黑的說成白的 白的說著黑的 死的說著 說成活的 沒有的 說成有的 我要怎麼面對這些人 那為什麼我每一年 過去每一年每一年的時間 都在幫大家上課 因為我希望 我總是希望 像這一根向上命運軌線出來的時候 大家知道說 喔第一時間要買 不能等拉回 因為沒有拉回啊 沒有拉回啊 沒有拉回啊 對不對 像這個第一時間 拉回的過程當中 在波段強勢股 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我節目上都在講 但是不是只是講 不是只是分析 不是只是驗證 是just do it 我說的這些公表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操作的 碩天 這做兩次耶 波段強勢股 買在短線弱勢 死到131嗎 這一天跌停板的時候 全市場也大概只有 叫小賀跟你講說 站在買方 104元嘛 也只有我而已 對不對 民國 民國104年12月9號 跌停板的碩天 誰跟你講說 那個地方是買點 你叫他站出來 大家當晚是 隔天漲停板 你看這個碩天漲停板 對不對 我這天跟你講說 你去買碩天 到老不要來找我 但不是 我給你驗證 我給你 short time 我給你答案 但是獲利是有操作 去形成的 第一時間的買點或賣點嘛 什麼都沒有變啊 但是變得是咱們的心啊 隔天跌停板我不解了 那要怎樣 老師你沒話說 我都不知道啊 我都說過 我要退休啊 我不會幹一輩子 頭褲老師 然後你們還要一輩子 但浮浮沉沉 每天就是轉電視 看那有的沒的 然後每天四個 買兩個字 拆來拆去 我都說過 就算是配藥給你啊 你知道裡面有感冒藥 裡面有胃藥 裡面有消炎止痛 你不知道劑量啊 亂吃 感覺好像有用 操作好像就是這樣子啊 我買的感覺好像是對的 有賺錢是對的 錯的時候 感覺好像是錯的 心裡很不踏實啊 不是嗎 所以我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有公式的啊 按照公式做啊 教併教育嘛 同學1加1等於多少 1加1等於多少 1加1等於多少 對嘛2嘛 那不是要想嗎 需要想嗎 1加1 到底是真的等於2嗎 還是有陷阱呢 1加1就是等於2啊 操作就是這樣啊 因為我們是人 所以我們有巴士 我們用眼睛看到 用耳朵聽到 聽別人說 用眼睛看 看到的消息 會影響我們的心 所以會容易做出錯誤的決定嘛 所以我們要靠什麼 靠公式嘛 我套用公式嘛 這不符合我的公式 符合我就買嘛 不符合我就不要買嘛 買進去的時候 出現退場機的時候 就賣嘛 結果追求長期穩健的正報酬啊 就一支一支一支來嘛 你如果紅帆 一日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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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原點嘛 你如果 日有一直抱著一直抱著一直抱著 也是死水一攤嘛 不是嗎 後面再買紅素 第一時間靠進去197塊 219 240塊半 我給你答案 227塊的時候 我一張都沒有賣 對不對 後面拉上來 在這一天的甲訊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 出清 今天還有來到這個價位 239 我再240塊全部賣掉 全部賣掉 就這樣一段 取走價差 因為它盤整 它整理了 我超出的是這樣 要買就不要等 要等就不要買 我們只有三檔股票 我們只有三檔股票 資金就是三等份嘛 力量三分錢嘛 你自己算197塊買的 紅素 算200塊好了 到240塊賣掉 40塊錢 你100萬就是20萬 幾天的時間 1 2 3 4 5 6 這一天賣的 7 7個交易的時間 20萬嘛 該怎麼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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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以後等等等 買了以後等等等 看一下大盤怎麼樣 看一下美國股市怎麼樣 看一下個股的消息怎麼樣 看一下營收怎麼樣 趨勢就像一面鏡子啊 映射的多空同時 反照人性嘛 不是如此嗎 行情跌下來的時候 有人在進貨 我跟你講說 欸他在進貨 老師 行情跌成這個樣子 我再等看看 對不對 還快進完了喔 出現命運K線 然後靠近三分之一部位喔 老師 我先買一張試試看好 然後真的漲上去的時候 出現了加碼點 老師我把它買出三分之一部位 好了 真的出現的時候 欸老師真的要賣嗎 真的要賣嗎 我的成本已經 在現在的價錢之上了 你就掉了啊 所以 譬如說不用人家賣嗎 真的就是四個月兩個人 你看電視 四個月你搖一搖的 你去買就賺錢嗎 真的嗎 我相信很多人曾經是賺過錢喔 但是紙上富貴如同 過往雲煙 過眼雲煙 行情一下來 雙手一攤當駝鳥不知道怎麼辦 反照人性映射多空啊 如果你存有這個人性在做股票 我們都是人啊 如果我們存有這個人性在做股票 那做股票會失去公準 失去客觀 會因為情緒起伏 導致你錯亂了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如果操作是一種修行 那麼技術分析就是我們唯一的依據 我們沒有誰誰誰的電話線 但是我們有技術分析 因為公司賺錢有人會先知道 先知道會先買股票 先買股票我就知道 所以兩天之前 一支股票 它掉下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站在買方 今天亮燈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繼續再講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五分珠 五好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注意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賴斯堡是最認真最專業 最了解國際趨勢的立法委員 賴斯堡委員在台北市聽澳 花博或任何需要協助時 總是義不容辭 全力相挺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 這是我們立法院很重要的資產 最優質的立委 賴斯堡 過去你要好好回想你過去的經驗 因為失敗是成功的媽媽 對不對 但是前提是 你不可以重蹈覆測過去的習慣 比如說買了股票不對的時候不賣 就一定要放到放到放到 放到賺錢才要賣 對不對 常常放到賺錢解答 哇解答了賣掉了 飛出去 賺都賺一隻賺一 之後一隻回人家 你都知道要大賺小賠 大賺小賠 那不願意小賠想要大賺 敢有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跟你說 有些時候股票在掉下來的過程當中 你要先判斷一買突破二買壓回 這是上個禮拜四的事情 今天禮拜幾啊 今天禮拜二 禮拜二 禮拜一 禮拜五 禮拜四 上個禮拜四的事情 我再跟你講這一隻股票 萬達 奧菲 唐德都漲翻天了 老師 我沒聽過 沒聽過沒關係 聽我說啊 我的結論就是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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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買進嘛 對不對 這是上禮拜五 行情八千一百一十五點 同學八千一百一十五點 我們拉近一點 八千一百一十五點 今天家賺股票是多少 八千零七十三點 八千零七十三點 換句話說 你八千一百一十五點 去買股票的話 八千零七十三點 你還套牢 是吧 如果你關心指數的話是這樣 我等指數直穩啊 正在買方 沒那麼多不少 我有跟你介紹很多股票嗎 我沒有講在前面嗎 你沒有看見嗎 那重點是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導播 shout time 這是我昨天談到的一檔股票 我說萬達奧菲跟唐德都漲翻天了 那麼這支股票你當然要買啊 當然要買啊 今天跌得稀巴爛耶 行情跌得稀巴爛耶 它居然是這個樣子的 而且它都是最後尾盤才殺下來的 我曾經用日有 用紅帆告訴你 那個時候一張都不要賣 而且要站在買方 以有之事後必再有 以行之事後必再行 陽光之下沒有新鮮事嘛 所以啊這就是我們的習慣 習慣會鋪陳輪迴輪定 輪迴會決定命運 我們習慣怎樣 波波端的強勢股 買在短信上弱勢的時候嘛 是不是 有沒有 沒有 我也沒有給你介紹很多股票啊 送你一份資料 來 上面十支股票 通通都是今天漲停板的 然後明天看看 哇哪一支漲停板 你看我是不是某年某一天 送你這一支股票 沒那麼多股都帥啦 那股票三支而已啊 對不對 一買突破二買壓迴啊 對不對 我對會員也很公平啊 會員都說我們都沒有遮起來 都這樣子讓大家猜得到 這是 上個禮拜三一百一十一塊的時候 買的華顏 哪一個層級的會員多少價位 買多少部位 這意思就是怎樣 六百萬你給我靠兩百萬 三百萬你給我靠一百萬 都可以成交嘛 那時候一百一十一嘛 這打到快跌停板啊 一買突破二買壓迴三接跌停 不是這個樣子嗎 是不是嘛 是啊 但是不是呼呼口號 一買突破二買壓迴三接跌停 啊 啊啊啊啊 啊跌停啊 晴天漲停 一百二十七 一百一十一塊 來就是這一根長黑棒 然後經過了一天兩天三天的時間 到這一天我還告訴你說這邊要買 一二三四張廳 這樣子十六塊錢的價差 十張十六萬 一張一萬六千五元 我也不知道一萬六千五元 機率化操作賺得到錢 行情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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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一百一十一點到八千零十三點 如果就指數角度也還是跌的 但是你可以足足賺十五趴 亮燈 然後要幹嘛 我就不講了 不管是買或賣 如果是賣的話 我也不會賣一半 我公廟在出一半 出一半在創三 你知道嗎 我出一半長上去還有一半 掉下來的時候 你看我賣了一部分 那種投機取腳的事情我不幹 斬釘解鐵 公式怎麼說就怎麼做啊 技術分析怎麼講 我們就怎麼做啊 按照公式做就對了 所以我講說 白髮蒼蒼四銀條 老樹無根怕風窯 家有黃金純白斗 南邁菩提露一條 值多少錢 沙崗進井 三天進井 跟著四天之前 十張的華顏一百一十一萬 四天之後 十張的華顏是一百二十七萬 你說他值多少錢 找到華顏的那個買點 他值多少錢 我不知道 千金南邁早知道 我賣的就是早知道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很多時候 沒有在跟你談很多的基本面 因為基本面什麼都沒有變 但是股票上上下下的過程當中 一天開盤到收盤四個半小時的時間 華顏還是華顏啊 為什麼這邊會這樣拉到漲停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有人買嘛 對不對 那買了以後就會怎樣 就會有成交量 那為什麼他這個人會去買 後面可能有消息 可能會有一些因素 他買一定有動機嘛 每一個補價的波動的背後 他都會有語言 能夠解讀得了他 錢就賺不完 如果沒有辦法解讀 他就怎樣 買了骨頭腦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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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很開心下來很難過啊 心肝 賣幾球啊 行情災來 那個壓力就來了 不是嗎 F訊星 亮燈的時候買 就是亮燈的時候買 摳訊為正啊 134塊買 就繼續再買啊 三分之一不會啊 沒那麼多囉嗦啊 跟你預告會過137就過137啊 來到153塊半這加碼啊 最後156塊以上全部除清啊 這樣子啊 整個波段啊 有所本啊 從這邊 這樣一段 這樣有沒有很長的時間啊 這樣不到 不到 20個交易日 做完 那個賣點 我也跟你說 這是禁色理論 這禁色理論啊 這就是禁色理論 禁色理論跟我們講說 第一時間的項上命運課 我做 對它做微分 它到哪邊 160塊附近嘛 所以為什麼我150加碼 因為它會到160塊附近嘛 160塊附近 它衝不過去的時候 我就出 給做面子 在波段最高點出現的那一天啊 差不多疊下來 這個還是多頭 同學這還是多頭 但是有人取走價差 有人抱上抱下 有人住進套房 訊心還是訊心 基本面還是沒有改變 它的業績還是看好 它的業績還是成長 它還是紅海集團下面的公司 它還是很好的封測廠 什麼都沒有變 但是心不一樣啦 股價不一樣啦 操作啊 不會操作就怕跌 不會游泳就怕水 不會跳傘就怕高 因為心是白的所以怕 做就對了啦 讓我們與你的現實交手 你這樣重新擴大夢想的版圖 每一個人在股票市場都有夢想 想給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想讓自己的子女過更好的生活 想讓自己有比較好的生活品質 這些都是物質都可以買得到的 但是很多時候是物質的東西失去了 精神的也失去了 做股票做到心情笑 那真的得不償是真的很可惜 有的東西 眼睛看不見 但是這是趨勢 在這樣的趨勢洪流當中 你必須找到新的股票出來 因為資金不是永遠一檔股票 踩在這裡 就一直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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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 不是這個樣子 一定要懂得操作 不會操作就怕跌 不會游泳就怕水 不會跳傘就怕高嘛 這支股票短期之間 有政策上面的干擾跟因素 它現在還在我的成本附近 它還在我的成本附近 如果真的出現這樣變數的狀況的時候 我會懂得應變 但是你會嗎 我不知道 戴上三個星 不要再拆名牌了 表哥真正愛人搶 有決心 有信心 戴上成星 電話波通 就對了 半史龍城 飛降賽 不叫火馬 鍍音山 閃霍日真之聲 化榮點睛 感謝你的收看 歡迎來加入 電話波通 財運 橫桐 戰會 拜拜 總統支持朱立倫 立委 力挺 羅明財 火熱小赫 退休規劃 技術關係 絕版儲青 純刀照材DVD 兩萬五起 不再版 不再刷 十五千里 空前絕後 增強絕響 把握最後機會 02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磕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獲利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有些人哪一千五 空秋冬一度 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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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空秋冒 土豪山 很難